我们希望你一个月吃一餐素 一天素 我们会帮你把便当送过来给你吃 COVID-19在美国 病例已经超过四万人 速食可以提升健康守护地球 更是面对疫情的关键之一 此机制工以人与人之间 零接触为原则 扩大推速 再来看看马来西亚 志工利用网络科技 线上学习不断精进 不过当地确诊已经超过一千人 防疫措施严加戒备 志工一点一滴汇聚力量 制作防护面罩送上医护前线 全世界瘟疫爆发 是全体人类共同承担 团结一心不分你我 谨慎防疫度过难关 今世的肺炎疫情 带给人们的事尽是觉悟 以身作则爱护生命万物 也能守护自己的健康 带新闻阳爱亭苏国志华联报导